埃富汗前国防部长之子住宅遭警方强攻至一死其伤,12月3日,当地警方接到法院判令,试图对埃富汗国防部前任部长埃卜多勒·拉西姆·瓦尔达克之子,在喀布尔的住宅展开强攻,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导致一名警察身亡,七人受伤,海外亡。 韩国出租车因泰性聚在中国女游客被罚1200元人民币,今年5月,一名韩国司机因形成泰性聚在中国游客,结果不仅收到首尔市方面的警告处分,还被罚20万韩元,约合1240元人民币。 事后,该司机提请行政诉讼,要求撤回处罚决定,首尔行政法院12月2日作出判决,验定处分合理,派司机败诉。 海外亡,巴基斯坦外交部,斯兰普寻求改善美巴关系。 当地时间3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写给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哈的一封信中表示, 希望改善美巴关系。 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对美国做出的关于协商的决定表示欢迎,一直以来,巴基斯坦都赞成通过政治途径结束爱富汗战争。 海外亡,美国以巴士侧翻至一死40商车上在一支少年足球队,当地时间3日,美国一辆巴士在艾肯侧州翻车,造成一名儿童死亡。 至少40人受伤,据了解,该车在有一支少年足球队,车上的足球队员年龄在8到12岁之间。 海外亡,俄罗斯飞船发射事故,53天后三名宇航员成功升空。 即今年10月发射失败之后,当地时间3日,再有三名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号MS11C船再次升空了。 这三名宇航员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和加拿大。 这些宇航员将在7个小时后抵达国际空间站,并将在那里停留至2019年7月。 海外亡,乌总统波罗申科提议,彻底废除乌俄友好条约。 俄乌矛盾近日计划,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3月提请最高拉达B级审议彻底废除乌俄友好条约的法令。 波罗申科于9月17日签署命令,正式批准乌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做出的关于不在延长乌俄友好条约的决定。 但该决定还在等待乌克兰最高拉达的批准。 澎湃新闻,新疆克拉玛一线12级大风,武警开重型装甲车救人。 12月1日,新疆克拉玛一遭遇罕见大风,凌晨2点多,110指挥中心打来电话趁,先后有12人被困于辖区内国道,需要救援。 支队立即派出24名武警官兵,4辆重型装甲车前往救援。 参与救援的重型装甲车,每辆重9.5吨,按设计可抵抗15至16级大风。 经历前后7小时的艰难搜寻,12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获救。 北清报,文在寅,特朗普要我转达他对金正恩的欣赏。 文在寅2月表示,特朗普要他传达一个信息,特朗普总统对金正恩非常欣赏。 所以,他要我告诉金委员长,他希望完成他们协议的余下部分,他将会实现金委员长的愿望。 特朗普一日曾表示,他有可能在明年1月或2月与金正恩再次会晤。 目前考虑的会晤低点有三个。 参考消息网,卡塔尔决定明年1月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萨埃德甲比三日宣布,卡塔尔将从2019年1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卡塔尔当天已将这一决定通知欧佩克,萨埃德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石油产量不高,退出欧佩克不会影响全球织油市场价格。 新华社,因工党的预解脱欧协议,毕首相下台将发起不信任投票,宁国反对党工党2日再未退出欧洲联盟协议,11日在议会的表决设置障碍,说如果政府3日不高知议会关联脱欧协议的全部法律建议,就启动程序,指认政府藐视议会,工党同时威胁,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被轻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